来看一下多重 首先多重的话 ABCD怎么做 那第一个当然因为逻辑里面只有两重逻辑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变成潮状的 那怎么变潮状呢 有一个方法 第一个逻辑 如果大于等于 我们先从上面A开始 如果大于等于80的话 等于记得一定要放后面 然后这个就是A 它自动会帮你加双一号 因为这边value它会自动帮你加 OK 然后反之的话就是BCD 可是问题只有个格 怎么办 我的习惯这样 我直接在这边 再插入一个 如果你要再插入一个公式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点选前面的下拉清单 直接就从第一次从这边 第二次从这边 它会帮你加到这里 有没有 它会 其实 就等同是你自己打程式 打在这边的意思一样 但如果你OK 你也可以在这边打 不过如果你比较不OK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它的界面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这来的话怎么办 这个成绩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输入B 反之的话就是C跟D 所以还要再一次的话 再点这边一下 再一个F OK 然后这个成绩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C 反之剩下就D 所以我们会有三个一幅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得到的结果呢 向下填满 那就OK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一个一幅 两个一幅 三个一幅 你可以自己从头K到尾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在一幅里面再插入一幅就OK了 那方法就是第一次你是从这边 之后的话呢 那就是用这边的一幅再加进去就OK了 所以这个第一次 然后后面的话 你会发现他自动会帮你加到里面 好 那我们就完成了 所谓的多重逻辑判断 剩下来的话就VBA VBA其实我们 把前面讲过的再复习一遍 也许 第一个当然你就丢公式 公式丢过来OK 当然OK 只是说 第一个丢公式 也许各位可以复习 丢公式的话 一我们一样先把VideoBase 叫出来记得吧 其他命令里面先把那个 开发人员 因为每一次都会还原 所以我们一样要把开发人员打勾 第一步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第二步的话呢 把VideoBase点开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假设要产生一个VBA的话 那会弹开吗 我的习惯是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第一步一定是开启它之后 把这个向下拉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要写程式嘛 写Sub 按钮的话一定是Sub 假设我希望呢 在旁边这边做三个按钮好了 也许第一个按钮是丢公式 第二个按钮是不是丢公式 是丢结果 第三个按钮也是清楚 把这边再清空 三个按钮好了 怎么做呢 只要是按钮就想到Sub 给它名字 OK 写在哪里呢 一定是写在模组 所以目前没有模组 所以你要怎么样 第一次一定要自己加 按右键插入模组就OK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假如我要把刚刚这个公式 帮我丢到这边 重新再显示一遍的话 那我就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程序 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 一定是程序的形态 一定是Sub 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成绩底线公式好了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那我因为我要丢公式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名称取 我的习惯是取这样 就是成绩 然后一个underline 记得你用underlineOK 但你不要用一个简号 符号里面呢 我是建议只用底线就好 其他符号都不要用 为什么 因为会出错 可能会错 但也可能不会错 如果可能错 你就不要用就对了 OK 否则至少麻烦 底线应该是不会有问题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姿态小嘛 工具 选项 这边有个撰写风格 这个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炙烧要放大一些些 好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写什么 写个回圈嘛 所以还记得吧 就是有点像套公式 反正你刚开始 一定是一个范围 我要从这边到这边 帮我丢公式 那就是先跟大家讲说 哪一列到哪一列 for i就是哪一列 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for i等于2 空一格到7 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然后呢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一栏 这一栏的话就是sales 储存格 哪一列 第i列的 h栏 那因为i会变动 所以它会是h2 h3 一直到h7 有没有 它是要顺序 它一定是2到7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颠倒也是可以 就把7跟2颠倒 但是后面要加个step-1 这个后面会讲到 一般我们是循序的越来越多 ok 好那等于什么 等于就写后面 我们习惯上是先打这样 其实这个就清楚了 所以甚至你可以 有没有 给它两个空置串 有没有 两个双引号就空置串 那其实这个你可以复制 这个sac就是清楚 h 你知道吗 根据改成什么 成绩 这边要清楚 所以也已经把清楚写完了 然后呢 要丢公式的话呢 很简单 还记得吧 把刚刚写的这个东西 这个公式怎么样 确定两件事就ok了 确定两件事之后呢 你把这个公式 再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就ok 第一个的话就是 如果它里面有双引号 变两个吧 第二个的话它有利号 利号通常从二开始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这两个 其实以后怎么做都差不多 这一招就够用嘛 是真的 你们工作以后 记得至少你丢公式一定要熟嘛 而且我觉得也不复杂 而且还蛮好用 按钮就做完了 而且哦 你可以不是只是输出一个出唇歌 你是可以输出一整列都没有关系 可以整个报表哦 这一招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其他招不会没关系 这一招一定要很熟 ok 所以呢怎么做呢 一 可以先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我刚刚之前讲过的 你可以把它复制 但如果你怕会有万一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用那个记事本嘛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有一个记事本 让它去取代最快 或者当你用 Word配或者是 Word也可以啦 只是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那Ctrl-H 一个双引号改成两个双引号 Ctrl-H就取代 我希望就记那个快速键 Ctrl-H 然后这样就取代了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复制过来 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所以我们再切到 这边取消一下 不然它切不过去 把它贴过来 OK 那当然你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实行的 不过里面应该结果都是A 为什么 因为它贴不来的话 都会是2 这个也是2 这个也是2 不对 应该下一个会变3 所以 这来你要改哪个地方 有没有 公式里面的2 一个 两个 三个 对不对 那规则如果你记不起来就什么 双引号两个 一到中间 M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 下一个I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有印象 所以同学已经都记手了 就这样而已 OK 两个重点 一个是双引号变两个 第二个是利号改成I就可以了 那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所以要把它切开放在中间 那因为好几个 所以双引号到双引号 你可以把它复制 那因为这边还有2 你就把2盖过去就可以了 贴上 这边的2 盖过去 这样OK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执行看看 这边可以把它执行 这边可以执行清楚 那当然如果你希望让它更漂亮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旁边 还记得插入那个按钮 对 那我比较快做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所以我就比较快速的带一下 第一个先拖拉插入按钮之后 把名称复制起来 复制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名称把它贴上 delese掉贴上 这样比较方便 那另外一个大小要一样的话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复制 因为如果你再重新再拉一个大小好像不一样 我喜欢是直接贴 贴完之后再按右键去改 改什么 改那个清除 刚刚不是有个清除 先点它再复制 然后把这个名称一样改成清除 好 那我们OK了 清除 输出 里面是公式 OK 其实说真的 你不知道的人怎么会知道你这后面是怎么做的 不过呢 当然呢 如果我内行人 当然接下来下一个节目就是不只是丢公式 而是丢结果 过来看到的不要是公式的话 那要怎么做 待会就要写 在回圈里面 就要放逻辑 而且这个逻辑还要是多重的逻辑 OK 怎么样把这一个概念变成直接用VBA直接输出 就是VBA弄完然后直接把结果丢过来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来画面切一下 OK 所以 第一个的话就是多重 那我刚刚讲过就第一次是用插入函数 第二次的话呢 请你在前面有个下拉清单 那你可以再插入一幅 那再来的话就是把那个VBA部分把它加上去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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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